在岳浦湖县新岳服装纺织园内 新疆正伦服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加紧赶制一批订单 以按时交付到客户手中 今年的订单我们已经拍满了 现在我们每天日产量已经达到3000件到4000件 我们员工也是定岗的在这边就业 新疆正伦实业有限公司是岳浦湖县去年三月 从江苏南通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 一起投资1.2亿元 目前公司有一个总厂 四个乡村扶平车间 年产各类服装400万件 解决1200多个就业岗位 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从去年9月开始 公司选派员工前往江苏南通总部学习 米纳瓦尔吴布丽就是其中一员 参加了7个月的陪生 这个7月对我来说很宝贵 很不容易来的机会 一边的老师们师傅们也对我们特别好 特别勇心地给我们教了技术 我的进步也很大 四月份学习回来后 学到扎实技术的米纳瓦尔 现在成为了车间里的技术骨干 我每天都在跟他们认真地教 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一起发展 回来工作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新员工起了一个带逃的作用 今年的四月份 我们要第二批实际员工 要到南通总部学习 今年年底要安排第三批去学习 让他们起到带逃的作用 位于园区内的新疆卡士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电子产品加工销售企业 今年三月入住 近200名员工经过三个月的技能培训 已经全部上岗 投入到耳机生产制作中 我们现在工人都技术上面都熟练了 每一个工人就是稳定能保持 每天都能做成品做100多条 技术最好的能达到200条 我们都是按技检工资来的 据了解 截止目前岳浦湖县落入 并投入生产企业80家 解决就业3500多人 包括农服产品加工 纺织服装 轻工建材 电子商务等 通过产业带动就业 促进了贫困人口稳定增收